台湾F-16V采购案将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局面 实际上台军自身也将面临交击难、维持难、生存难这三大难题 其中第一个就是交击难 据台湾媒体披露 台军近年进口武器大多是走海运 如台军购买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、黑鹰直升机 均由货轮以散舰形式运抵台湾 然后再进行组装 这样做 一是可以掩刃耳目、二来可以减轻政治压力 不过对于F-16V这样的大型精密航空装备 出于技术、安全、时间等方面的考虑 台军或许只能选择整机交付的方式 这意味着台岛上空可能会再度上演1997年F-16秘密抵台的危险骑码 据披露 1997年台军接受首批F-16AB战机时 由美方飞行员亲自驾机 从美国本土起飞 经夏威夷关岛飞往台湾 这些F-16在落地之前全部贴上了美国空军机灰 直到在台湾降落且通过验收之后 方才露出台空军标志 以示完成飞机所有权的转交 今时不同往日 这次美方售台的F-16V战机将以何种方式入岛 如何交接将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就目前解放军的侦查手段来看 台军已不可能复制当年F-16AB秘密入岛的行动 要想让这批F-16V战机顺利抵台 将是台湾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 虽然美国政府同意向台湾当局出售F-16V战机 但这批飞机如何交付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台当局会继续选择让美方飞行员驾机抵台吗 一旦这些F-16A飞抵台湾上空 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魏老师 那么在97年的时候 当时的台湾军方希望尽快的得到F-16战斗机 提升它空军的作战能力 由于此前台湾空军并没有大批量的装备过F-16 或者说台湾的飞行员对于F-16这款机型的性能 包括它的飞行品质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那么进行这种跨洋的飞行 让台湾的飞行员去驾驶 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不现实的 所以没有办法当时是采取这种秘密行动的方式 由美方的人员驾驶F-16直接飞到了台湾 而且在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 还有多次的空中加油 那么由于有这个空中加油 就更不可能让台湾方面的飞行员去驾机 因为这个空中加油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只有美国一些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 才能够和空中加油机进行更好的配合 那么现在我认为美国方面不会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 因为一旦有美军现役的飞行员到达了台湾的上空 我相信大陆方面肯定会有这种比较激烈的这样一个反应 甚至有可能会在中美之间引发更多的风波 大家还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台湾从美国采购的P-3C反潜机 是经过太平洋的上空飞到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机场 那么在整个P-3C反潜机飞抵台湾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有意思 美国海军方面并没有派出飞行员去协助这样的一个交货动作 而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己的试飞员 驾驶着P-3C飞到了台湾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 现在美国军方对于对台军售 它不太想有这种直接的这种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参与 那么我认为这一次交付F-16V战斗机 美国方面可能会采用这种中转的方式 比如说由美方的人员驾驶F-16在关岛进行这样的一个降落 然后再由台湾方面空军的飞行员 抵达关岛接上这些飞机 然后直接飞回台湾 在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 台湾方面的飞行员驾驶从关岛飞到台湾 这个距离相对来说比较短 台湾方面有能力独自驾机进行这种短途的海上飞行 所以我认为如果是交付F-16V战斗机 台湾方面的飞行员到关岛去接机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于台湾来讲基础难度最小或者说它的风险也是最小的 对于台湾说了 放出一些信用的意料